如果不是这个英雄 我们现在去新疆就要用护照了 当大清要放弃新疆时 是69岁的左宗棠台关出征 收复了那片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73年的新疆 已经脱离中国独立长达十年之久 西方列强想挂分中国的野心 表露无疑 除了在沿海地区作乱 还在新疆搞起了事情 以慈禧为首的晚清政府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朝堂上无一人愿意接手这块烫手山芋 眼看这片广袤的中国领土 就要落入虎口 危急存亡之时 已到花甲之年的左宗棠站了出来 第一时间上书朝廷 请求收复新疆 但当时的清政府没几个人支持他 大臣李鸿章更是直接反驳他的情愿 因为李支持的是海防 认为此时中国没必要花心思去关注赛防 左宗棠则大胆直言 海防赛防同等中央 保卫新疆就是保卫蒙古 保卫蒙古就是保卫北京 二人虽针锋相对 但李公章是朝崇全臣 说话分量更重 立刻占据了上风 无奈之下 左宗棠写下了一封万言书 说新疆牛羊瓜果 金银玉石资源等丰厚 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 这一说可是说到了慈禧的心坎上 他最舍不得的就是将金银财宝拱手让人 1875年 左宗棠调集乡军 动身前往新疆 仅用三年时间 他就收服了除伊犁之外的所有新疆师弟 为了表明自己 誓死收回伊犁的决心 以69岁高龄的左宗棠 再次兵出嘉宇棺 这一次他抬上了自己的棺材 在日夜兼程的行军旅途中 他的棺材就在自己身后 那是他的归宿 也是他的希望 1881年 清政府收复伊犁 已完成民族大业的左宗棠 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继续率军南下 与法军开战 当他在广西取得了镇南关大劫时 却突然收到了朝廷停战的命令 这次又是李鸿章劝说慈禧 说北洋水师尚未练成 此时实在不应该与欧洲列强开战 面对手握重拳的李鸿章 此起答应停战议和 在左宗棠带领将士们 欲血奋战之时 李鸿章一直都在与法国代表谈判 商量议和之事 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左宗棠 只能留下一书 他含恨写道 臣都师南下 却没有大展身手 养我国威 这是我一生的遗憾 死都无法瞑目 1885年9月5日 左宗棠并故于福州 从此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块硬骨头 中国面对着列强的侵犯 只能一再忍让 如今左宗棠已逝世百余年 仍有无数人敢怀他的功绩 不仅仅是佩服他的强硬态度 更是赞扬他那不屈的脊梁 最后一刻